现在是七月份了 离其中选举还剩没有几个月了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所有人都在积极准备选战 候选人开始发力的时候 选举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性和正当性 美国公民和绿卡最不一样的就是拥有投票权 但是在2020的大选中 我们看到在选举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漏洞 死人投票非法投票 一系列的卑劣手段毁掉了这场选举 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现今的生活 有了前车之鉴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Dark Ducey 就在三月份的时候签署了一个HB2492的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要求选民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才能够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基本知识 居然还要被立成法律 更没有想到的是历程的法律居然还要被告 周二 拜登司法部提交法庭诉讼 指控亚利桑那州的2492号众议院法案 违反了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和1964年的民权法 拜登的助理司法部长Christy Clark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第2492号众议院法案 对某些联邦选举的公民身份要求的繁琐文件 违反了国家选民登记法 亚利桑那州通过的这一项法律 通过施加非法和不必要的要求 来阻止符合条件的选民 进入某些联邦选举的登记名册 从而使进度倒退 联邦法律是禁止非公民在选举中投票的 那么选举投票要看身份证 要看公民证 怎么会是非法和不必要的要求呢 如果不看 那要通过什么方式来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符合条件的公民呢 对于司法部状告亚利桑那州这一个举动 亚利桑那的州长回应说 联邦法律禁止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亚利桑那州法律禁止非公民投票 给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办事处 并且要求提供公民证明 HP2492为亚利桑那的法律提供了官员如何处理 缺乏公民身份证据的联邦形式选民登记申请的明确规定 言下之意就是 这一条法律的诞生更加巩固了联邦法对于选举的规定 针对联邦司法部的状告 亚利桑那州的检察长也发布了一条推文说 这又是新的一轮我与拜登政府的对抗 因为他的司法部继续试图破坏我们的选举法律 我们再次法庭上见 拜登司法部做出这样的行动 无疑就是为了之后的选举更加的方便 在一个买烟买酒都要看身份证的国家 投票选举居然可以不要看公民身份吗 这样做算是违反人权吗 这个理由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在面对红色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任何方式赢得漂亮的选举 因为他们选择和真理站在对立面 只能够使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夺得大权 加州州长Gavin Newsom最近的动作也非常的活跃 Newsom在独立日那天推出了他最新的 也是今年竞选的首支政治宣传影片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影片并没有在加州播放 反而是从7月4号开始 在佛罗里达州的福克斯电视台上播放 嗯嗯嗯嗯 不行 嗯嗯嗯嗯嗯ayan侪菜 更 Maine啊 啊 对大体验 有位隐私人居住在华段 或者过我和我四啊 gloves Dynam感情 纽森这一支广告真的是帮助他竞选的吗 如果是的话 他只要在自己的州里面宣传就好了 毕竟他要选的是加州州长 当然是要在加州宣传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必要跑到外州去打广告 而这个广告的内容 也不单单只是吹嘘他的政绩而已 而是把矛头对准了佛州州长Ron DeSantis 其实如果你们有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影片中出现了两个共和党人 一个是川普 另外一个才是Ron DeSantis 那这两个人是共和党2024总统选举呼声最高的两位 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 你就很难不认为说 纽森是不是真的想要在2024参与竞选总统呢 那刚才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这个广告的内容就是说 佛州夺取了人民的自由 州长Ron DeSantis夺取了人民的权利 然后欢迎那些追求自由的佛州人都搬到加州来 但是呢他的愿景与实际的情况恰恰的相反 因为加州在他的管理下越来越糟糕 单单在2021年就有超过36万人离开了加州 这离开的人中呢 有相当一部分就去到了佛罗里达州 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 谁都想要追求好的生活 有好的安全的生活环境 有更好的商业环境 更低的税收 对儿童教育的保护 以及基于道德和安全的立法 加州 除了天气好 没有鳄鱼之外 要拿什么吸引佛州人来呢 这里光是高房价 就已经让人望而却步了 还有高税收 还有满大街的帐篷 和路边躺着的街友 当趟满地的吸毒针头 日益上涨的犯罪率 觉醒的校园 贪污腐败的政客 以及越来越多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法案 尽管已经糟糕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那一些在Sacramento的政客们 还是在继续的不断的制造 让我们社区越来越危险的法案 这些法案一个一个的在州议会里面通过 送到州长的桌子上面再被审批通过 就在上周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 这个新通过的法案 就是加州的参议院法案 SB357 那么这个法案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 禁止警员以油荡卖淫为由 拘捕任何人 意思就是说 如果警察在深夜的马路上 或者是停车场 看到成群的 穿着非常暴露的 挨个车子敲车窗 而且随身携带避孕措施 一看呢就是妓女在招揽生意的 看到这样人 警察是不可以拘捕的 这样的法案 怎么会有人提出呢 而且获得了大部分的支持 并且到最后还通过了呢 原因就是 他们支持的一方是在说 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很爱漂亮呢 就是喜欢穿的比较暴露一点呢 但是人家不是妓女 警察就是故意的 瞧不起黑人和少数族裔 还有LGBTQ人群 所以故意的呢 把这些穿着暴露的 他们给抓到监狱里面 所以我们立这个法 是为了保护 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不会随便的被警察当成妓女抓起来 这个呢 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借口 因为正常人和妓女的区别 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给你看一些新闻资料 然后你来告诉我 这些人是晚上和朋友 去夜店玩的女孩 还是想要招揽客人的妓女 这一看就知道 不是从事什么正经职业的人吧 但是现在 就算警察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也没有任何办法去抓了 没法抓也就没有办法继续调查 因为这里面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存在性交易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战阶女 都是自愿的从事卖银行业的 有一部分的他们是被人口犯操纵的 但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那些被人蛇集团控制的人 得救的机会就更加的渺亡 因为警察已经没有权利去逮捕他们 然后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追踪了 因为现在这样立法的存在 警察就算明明看见街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是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立法者真的是从关心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想不到这些被人蛇集团控制的少数族裔呢 为什么他们不去为了这些人提供各样的服务 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生活呢 为什么他们不用更多的力量去打击贩卖人口的罪行呢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被害者 他们也不关心少数族裔 他们认为性工作是一个真的工作 为什么要去救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呢 他们不想对嫖娼的人有任何的处置 因为这是他们正当的客户和买家 他们不想对贩卖人口的剥削者有任何的惩罚 因为在他们的大脑里面 这些人只不过是商人 是在从事正当商业活动的 而更残忍的事实就是 在这些站街女中间 有大量的被拐卖的13岁14岁的孩子 这些孩子原本的生活都是和我们一样的 正常的上学放学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 家长报警上电视求助也找不到 因为他们在人贩子的手里 这些人贩子给他们穿上短裙和高跟鞋 化上农装 如果站在街上远远的看 是很难看出这些孩子的真实年龄的 那么警察现在失去了抓捕的机会 这些孩子得救的机会就更加的渺亡 如果在站街的过程中被警察盘问 甚至被逮捕 那就获得了一线生机 很有可能就此得救 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SB357这项立法表面上说的是让少数族裔 以及LGBTQ的人得到更多的利益 实际上只有那些从事人口贩卖的黑帮和嫖客 买家得到了利益 不管是女人还是女孩 甚至还有男孩都变成了受害者 并且将他们获救的大门狠狠地关上 这是我们表面上正义里然的政客在做的事情 这个法案的作者就是加州参议院的议员Scott Weiner 中文名字叫做微善高 加州非常多的支持犯罪的法案都是他提出来的 像是57号法案 允许三藩市洛杉矶还有奥克兰建立安全的毒品注射中心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呢 有了安全的毒品注射中心之后 人们就可以不在街头和家中吸毒了 而是来到有治疗支援的地方更安全的吸毒 不仅是这样而已哦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对毒品有着非同一般的执念 他还曾经提出SB73号法案 把毒品轻罪化 还有SB519提议某一些毒品合法化 像是K粉呢 摇头丸呢 只要是21岁以上就可以合法的使用 而且还可以合法的分享给朋友使用 任何的小学初中高中 学生在校内的期间 无论是上课还是学校活动 如果被发现吸食和携带毒品 也只会被判为轻罪 是的 这个法案在放任小孩吸毒 而且是在校园里面吸毒 加州这样当官的人还真不少 不单单是有这些法案 现在还有一个要修改加州宪法的法案 已经在加州的参众两院通过了 这个提案将会在今年11月份的选票上面出现 让加州人来投票决定是否要加州宪法来支持堕胎 因为联邦一举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承认美国宪法不保护堕胎权之后 加州的立法者们呼吁修改加州宪法 在SCA时这个提案中说到 要加州宪法保护个人生殖自由 包括他们选择堕胎的基本权利 和他们接受或者拒绝使用避孕药具的基本权利 他们要修改加州的宪法保护堕胎 这个法案有两个撰稿人 共同发起人一共有84个 除了中间有两三个无党派之外 其余的全部都是民主党人 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 local的选举有多么的重要 只要这些人一个鼻孔出气 就可以随便乱花我们的税金 随便制定任何的规则让我们遵守 在这个法案的合助者中 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Mike Fong 方树强 方树强就是我们洛杉矶西区华人区的代表 像是什么Arcadia Temple City Mondry Park El Monte 那一片的居民都有资格投票给他 在之前我们采访的Burton Brink的视频中 他有说到 说方树强是被安排好了来这里当官的 因为你如果要是竞选哪一个区的议员 你本人就是必须要住在那个区 结果 人家上面有人都已经给安排好了 让他接州本利的班 他就提前一年搬到这里 他本来不住在这里 然后他就顺理成章的 接替了周本利的位置去当官了 记得Mike Fong moved into this district 我告诉你我已经来到1967年 Mike Fong moved into this district 一年或一年半 ago 所以他能跑 Democrats Judy Chu 帮他过来 因为Ed Chow 现在变成了 Los Angeles County Superior Court 因为他还没有想要 这个争议 他想要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所以他变成了 这样的人在这一次11月份的选举中必须要下来 我们要送更多遵守宪法的热爱美国的 遵守圣经价值观的爱主的基督徒进到国会当中去 不管是联邦国会还是加州国会 因为这直接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到了我们下一代的生活环境 以及美国未来的走向 我们在接下来也会推出更多的保守价值观候选人的访谈 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 也更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有更多的人为他们祷告 甚至为他们去做竞选义工 或者有更大的平台可以让他们去发声 把他们送进国会 来代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发声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祷告 那我们的节目中呢 也已经为大家推荐过竞选联邦众议员的 加州38区的勤政国Eric Ching 以及洛杉矶西区华人区加州49区 与方树强打擂台的退休警官Burton Brink 请把这些候选人放在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 我们要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 尽我们的权利来翻转 在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候选人精彩的放谈 那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Felisha 我们下次再见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主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西家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道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